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集的節目 大家對於客語的應用 還有客語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會不會覺得說 可能是要某些特定的地方 或者是某些特定的活動場合 你才會聽得到 或者是說它不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客語一直都存在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我舉個最清楚 最了解的例子 就是我們在北北搭捷運的時候 常常會聽到下一站 下一站下一站 這當中就有所謂的客語的發音了 那也會告訴你說在哪地方 或者是一些知名的觀光旅遊景點 它上面都會有標註 在客語的導覽或是客語的字樣 來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客語其實它是慢慢的 融入到我們生活當中 只是我們可能不知道 所以在這一集的節目當中 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客家事務局 針對這樣客語 有推出什麼樣好康的活動 或者是有什麼好的計畫 來提供給大家 而且都是免費來讓大家體驗的喔 好 所以一樣這一集的節目 就邀請到我們的客家事務局的局長 我們的范江太極局長 范江局長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來跟大家好好聊一下 我們近期有推出哪些好康的活動 要給大家做參考 首先局長我們先歡迎你跟大家打個招呼 是瑞鋒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要來聊一下 就關於客語的部分 大家第一個印象會有的說 學習客語實在是好難啊 我想學可是又覺得很難 不難不難 因為客語又有分很多嘛 分各種腔調 或者是說出學者到底要怎麼去學才會學得好 不過沒關係今天就是要來好好的跟局長討教一下 我們先說說一下好了 最近是客家局有推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是親子跟針對親子之間的互動 有一個計畫 好謝謝瑞鋒 今年我們客家局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們要募集2000個客語家庭 那他的定義就是說 只要在家庭裡面有兩代以上 然後有兩個人以上 所以像比如說像爸爸媽媽 兒子女兒這樣子 只要有兩個人 或者是阿公阿婆跟孫子孫女 只要有兩個人以上 兩代以上 我們就可以報名我們的這個客語家庭 客語家庭是 那那指說就是整個家族裡面 就一定是有一個要獲到兩個會 這客語 報名我們的客語家庭募集 這個至少要有兩個人以上 但是這兩個人呢 是不是本來就會客語 不一定 那為什麼要推仗著一個客語家庭的招募集 這個問題很好 這要講一點歷史 就是說這個的背景 我們1987年解嚴之後 我們1988年就是社會力開始崩發 所以1988年的年底就是 還我母語運動 那那時候就是希望爭取到 客語的一個法定的地位 那一直到30年之後 是2018年 客家基本法才 甚至實施了 對正式公布施行 那麼到再隔一年 2019年 國家的語言基本法就施行 那時候就給了我們客語一個正式的地位 那雖然客語已經有法定的地位了 它是母語 但是根據客委會的調查 會發現說 現在能夠講客語的 能夠聽客語的 這個比例越來越低 就逐漸開始 像現在年輕人可能都不知道客語怎麼講 或是不講客語了 對 會有這種的情形 對 所以這樣子的大環境下來 那我們就會一直要思索說 我們怎麼把客語能夠再復興 或者是說 我們盡量要延長 這個客語使用的時間 所以我們用不同的方式來執行 比如說學校 我們就希望推沉浸式的教學 是 那今年開始的這個計畫 就是我們希望說 把學校一直延伸到家裡面 因為我記得上次跟瑞鋒 也有聊到這件事情 如果只有在學校裡面 我們再推客語的話 它可能就變成一種外語 就出去學校之後就忘記了 我是不講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希望把它延伸到家裡面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今年推這個 客語家庭的目擊 就希望說 在家庭裡面 在親人之間 你也能夠很自然的 使用客語 那等於說 你在學校裡面學跟在家裡面學 就是互相 相互能夠 相輔相成的效果 對 可以相互印證 相互學習 那在有一個地方可以 讓你日常生活使用 在學校裡面有沉浸式教學 那這樣子在客語的傳承上面 我們就會比較容易來處理 就是我白天即便在學校學了 我回到家裡還是可以運用這樣的東西 就是把我學校學的 就直接拿來用學一字用概念 是是是 就不會說 我可能就像學習外國語一樣 學一學 我可能真的使用到才用到 可能你 你那個八百年碰到一次外國人 才會用 對 但是客語這個東西其實是很妙的 因為客語其實我們也常常 有時候會聽一些客語歌 有些客語歌 其實真的也很好聽 是是是 然後就變成說 我們這樣聽這樣聽 就像我們聽歌會學客語概念 其實就是 很好奇的就是說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 到底運用上 我想說直接在節目中 請局長來教我們大家幾句好不好 我覺得這樣是最直接可以運用的東西 比如說 像我們以前小時候 都是媽媽在煮菜對不對 媽媽在那個 煮菜煮完了以後 就會就會喊 Horoi shippone Horoi 就是好來吃飯 可以來吃飯了 就是煮好菜 都會叫小朋友來吃飯 不要再玩了 不要再蘑菇了 Horoi shippone 那吃完飯 吃完飯 那個 再玩一玩 然後那個爸媽又會跟你講說 Horoi shippone 就是這樣 shippone 就是洗身 要去洗澡了 對 應該去洗澡 我只講海濡槍 就說 那該去洗澡了 那洗完澡 那是不是再玩一玩 沒有喔 就跟你講說 Horoi shippone 就是 你該上床去睡覺了 哈哈哈哈 對 這是我們真的很常聽到 媽媽們就在這樣講 但是我們一般很常見 就是用國語 就聽到國語或台語 但其實這客語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日常運用中 其實它就是可以運用到 它就是可以使用在生活對話上 是是是 是很輕便也很便捷 那我們想要就是學習一些客語的話 局長你有沒有建議我們就是一些 真的不懂的想要學的話 你會建議他從什麼方向開始學 這個我們的客語家庭的募集的計畫 我們就有開了160堂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其實它不是 比如說像你要考認證 我們也有開課 但是不是那種課程 那我們在這160堂的課程裡面 其實就是藉著不同的主題 來增加親子之間的互動的話題 有不同主題的話題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增加 課語學習的機會 所以是只要一般的家庭 都可以一起來報名 這樣一個課語家庭的計畫 對 沒錯 從報名之後呢 你們這邊也會有專業課程 然後也會請到真正是專業的老師 然後來知道 到家中知道 還是說就是 在報名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上官網 上我們客家局的官網 去報名 那報名之後 可以有兩種選擇 就是你可以選擇參加課程 你也可以不要參加課程 因為比如說 假使我們家裡面 本來就在使用課語 我其實有可能說 我不用去參加這個課程 我就可以 在家裡非常流利的使用課語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種狀況 那我們就會有 那個訪事的委員 可能跟你打個電話 或者是跟你約在咖啡廳 去了解說 你們家裡面 大概使用課語的狀況 是怎麼樣子 這是一種方式 那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可能大多 大多數的人 會來參加 就是一般六十堂的課程 某一些課程 它有興趣的課程 因為我們分成五大類 那來參加這些課程 那我們的訪事委員 就會在課程的現場 來觀察 這個你們親子之間的互動 然後可能 課程結束之後 在現場 也跟你們聊一下 那就是一個訪事的 這樣子的過程 那如果我們的訪事委員 認為說 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標準不高 真的不高 那訪事之後 那我們局裡面 就會給一個 最後就會給一張 這個客語家庭的 一個認證的證書 這樣子 好 其實想要學客語 我們在局長的提到 真的不難 那推額這個客語家庭的計畫 也是讓大家可以 更能夠融入在客語的生活當中 那就不妨 大家就有興趣的話 就一起來 加入這個客語家庭 一起來學習客語吧